12月2日 居俊夜晒照毁定出口仪式 大S转发动态力挺 并给张岸发两分绿失函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 此前汪小飞跟大S因为抚养费的问题 起来争执 汪小飞在社交平台 还炒粉居俊夜是软饭男 随后有网友霸出居俊夜2018年 与一位女子在台聚餐 被指示大S姐姐 因此网友怀疑两人早就开始联系 或许是居俊夜已经无法承受 居俊夜晒出了几张照片作为证据 否认大S出口仪式 随后俊俊夜就把此前聚餐女子的照片 跟大S姐姐的照片放到了一起 对比照中可以明显看到 两位女子确实不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她们的五官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存在认错的可能 随后大S也转发了老公的灯态 力挺俊俊夜并配文 还好我跟欧巴身边的好友 都是耳同慕名的文明人 不会轻易相信假消息 不过张岸直播时 透露自己收到了两分大S的律师函 张岸表示大S先是私下联系了他 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大S就开始发送律师函 似乎是想用这种方式堵住他的嘴 配子你怎么看呢